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健康的这个生命 两者兼顾 Sofia 您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ofia Sofia 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才提到过 其实你才有了宝宝 是吗 还是之前有宝宝 是怎么样 刚有宝宝才六个月 刚有宝宝才六个月 可是看起来就好像没有生过宝宝一样啊 没有啦 是之前之后就很保持身材吗 一直都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 是非常喜欢做运动 因为我平时都喜欢很喜欢做 Hot Yoga 热瑜伽嘛 OK 然后生完小孩还是继续做吗 对 生完小孩还是继续做 但是就是有决生完小孩之后 经历各方面还是不如之前 没有小孩子的时候 我知道现在生活人啊 其实都非常忙碌 对不对 又要上班 每个人都是要上八小时的班 礼拜 对不对 要礼拜五 你还要照顾小孩 还要去做Hot Yoga 因为刚刚自己也说了 其实经历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够用 对不对 经历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办 经常容易觉得非常疲劳 所以我一直有在服用郑冠庄的产品 它是韩国红生产品 这个韩国红生呢 对提高免疫力 增强精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像大病出狱啊 就是觉得经厂 经厂 对啊 对啊 你要做一点调理的时候 所以其实你之前 就是我们是说在怀孕之前 就开始服用证冠庄了吗 是有对 然后在怀孕期间也是服用证冠庄 在怀孕期间的时候 我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跟医生咨询 OK 那怀孕就是生完宝宝之后呢 生完宝宝之后就OK啊 OK 所以你在怀孕之前 有服用证冠庄 然后在怀孕的时候呢 可以讨论跟医生做讨论 看可不可以服用证冠庄 然后在怀孕就生完宝宝之后 现在还是一样在服用证冠庄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是用证冠庄的什么产品 Women's Balance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就是Women's Balance 它是一盒有六小包 总共有每一盒有六小盒 每一盒有五小包 所以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 OK Women's Balance 一个月所以一天是一包 一天是一包 这怎么服用 每天早上空腹食用吗 其实没有关系啦 就像每天吃维生素一样 吃维生素一样 你每天有固定的时间 用来以用一包 大概基本上其实一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明显 身体有明显的改善 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红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提高免疫力 增强精力 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的话 它还有抗氧化 抗氧化是什么 就是抗衰老啊 大家都希望永远年轻漂亮啊 所以这是红身主要的一大功效啊 还有就是它可以调节 女性的荷尔蒙的水平 因为像荷尔蒙水平 很多时候就是 控制女性情绪的 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 最近怎么这么喜欢发脾气 最近觉得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顺心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 你自身的情绪 自身的荷尔蒙水平 让你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 所以就觉得 最近好不开心 好像事情都不太顺利 老公怎么样都不对 还一点都不听话 工作很不顺心 对 其实这样长期服用一个 对荷尔蒙水平 有所控制的产品 能帮助 帮助大家 就是女性来说 有一个平稳过渡期 所以这个名字叫做 Women's Balance 就是要帮你整个荷尔蒙 整个内分泌系统调节一下 对啊 让你可以不要这么的经常暴躁啊 郁闷啊 觉得老公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定 小孩子们都不听话 工作又不太顺心 对 对 所以Women's Balance 差不多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对 而且我是知道 因为有很多女生嘛 经常有手冷脚冷的 就坐在办公室 在空调房坐着 然后经常就觉得好冷 都要拿一个小暖气来 对啊 像它 红森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说促进血液循环 是 那么血液循环加快了 在手冷脚冷的毛病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嗯 ok 所以其实红森的 它的好数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正观庄的红森 因为它是六年森 对不对 对 所以它其实如果可以帮助普通人来说 不管是老年人或小朋友 它可以帮助免疫力的提升 帮助女生来说呢 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 对不对 帮助男生呢 又可以增强他们的精力 让他们的精气神更好一点 对 而且帮助小孩子 还有提高他们的记忆力 嗯 小孩和老人都其实蛮需要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全家大小 都应该算蛮适合 可是其实真的很多人会来 一定有听过这个问题吧 Sofia 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红森跟西洋森有什么不同呢 平平都是森 不过就是一个红字夹在前面 或者两个西洋那个字夹在前面嘛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真的很大耶 嗯 因为 首先这样说吧 我们有听说花旗森 有听说红森 有听说人森 都有什么差别 在 在要 在地理学上说 韩国的红森 为什么是最好的原因 首先其一 韩国的地理位置 它是处在这样一个狭长的岛屿 然后在两面都可以吹到海风 这纬度是最适合人生生长的这个环境 嗯 其次呢 正观庄的红森是采用六年根的红森 嗯 它挖出来之后 要经过蒸洗等复杂的过程 它有经过自然的蒸熟 就是把新鲜的人生放到自然的环境中 自然的风干蒸熟 然后进行其他的处理 这样一个过程 它会大大的增加 人生中营养成分 人生灶带的比例 嗯 比起普通的西洋森来说 或者是花 大家熟知的花旗森 往往又多到两倍 甚至更多到三倍 嗯 据我所知啊 在节目之前 你有跟我提过 嗯 其实啊 这个正观庄的红森啊 它的制作过程 真的是非常久的 嗯 不只指是单纯的你的土壤要好 纬度一定要在34到35度之间 海风要不停的吹 要潮湿 可是也要有太阳 可是气候又要够寒冷 嗯 才可以长出这么肥美 这么跟这么深的这样一个深 因为看过一个人生 它真的是非常肥美 非常厚实的这样一个人生 长出来之后呢 它只是一个新鲜人生 然后在你说的 它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工序 嗯 嗯 它经过要蒸 它要清洗 它要蒸熟 它要风干 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序 才有办法做成 我们所谓的正观庄的红森 嗯 它就是这么的不一样 所以它的人生灶肝这样的比例 可以跟任何的其他人生 都无法比拟 人生灶带对 嗯哼 所以它这样子可以 它这样子 它那个东西 到底对人体 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嗯 人生灶带的营养成分 是非常 非常高的 它对人体 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像我之前有说到的 提高免疫力 增强精力 嗯 提提 呃 抗氧化 提高 呃 提高记忆力 很多朋友其实都问过我 他说 哎 为什么正观庄比其他的牌子会贵一点呢 大家都是人生都是红森 其实有一点我一定要向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正观庄一直致力于提供六年根的产品 就是为什么六年根根这么重要 大家其实可以去我们的官方加盟店都可以看到有不同不同的展示 可以告诉大家一年根两年根三年根四年根五年根六年根的人生其实都是长的什么样子的 它是在六年之前的人生都没有很多的腿 嗯 都可以看到小小的 呃 跟的也是瘦瘦的 等到长到六年的时候 它才长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人生 而且等到六年的时候 它的营养成分 其实才是所谓的人生灶带含量才是最高的 嗯 如果长到七年的话 那么它的营养成分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所以正观庄通过这么多的科学研究实验最终得出的结论 六年根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 既然六年根的人生这么好 正观庄就一直保证要提供六年根的人生 那么人生种六年就OK了吗 不仅种六年根的人生 而且正观庄致力于土壤的管理 每一个每一颗人生 六年是它的生长期 其实整个的土壤培养的过程是18年 它首先六年生长期 在这六年之前的两年 这个土壤是不可以种任何东西的 在两年之前十年 土壤要种 这个土壤要种一些植物 可以反馈营养到土壤中 让这个土壤有更多的营养成分 可以用来提供给人生 这么好这么好的营养成分 而且正观庄只和有签约的农场合作 很多我看你很多采访 很多农场场主会说 对正观庄是有恨有爱 恨是因为他们正观庄官方经常会到农场 去做各样各种各样的检查 去保证你这个土壤是不是有经过各样的合格的验定 你这个程序有没有按照正观庄规定的程序去种植人生 等到他所有的这18年整个18年的过程一步一步按照正观庄所规定的完成之后 那么正观庄会过来把他所有的人生带走 对农场场主来说非常方便 所以这又恨又爱 漫长的18年也都是为了所有喜好正观庄的这些人们 让他们的健康更有把关更有保障 所以其实正观庄它整个生长时间要长达18年之久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把最好的红森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CY会继续告诉我们 其实正观庄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以怎么样照顾您的健康